婆婆教我苹果炖泡餐,连续喝三天至头痛点头韵点失眠和偏头痛食谱。 青苹果,一粒泡餐,五片红枣,六粒枸杞,一池冰糖,四里一碗水。 做法 1. 将全部材料清洗前净 2. 青苹果中间开洞去紫,放入炖中 3. 将泡餐放入苹果中心,加入水其他材料也一起加入 4. 水滚中火炖二小时,趁热喝 4. 连续喝三天,每个两个月喝一次。 另分享,缓解头痛秘密武器。 4. 自制黑糖姜茶 王晋坤教授建议,有经常性头痛的患者,可以尝试利用家中容易取得的生姜与黑糖,自制黑糖姜茶饮。用,来改善疼痛问题。 5. 生姜中的姜醇成分,有抗血小板凝集与抗发炎的功效,能够预防血栓的发生,促进血液回圈,更能增强人体免疫力。 5. 每100公克的黑糖就含。有85毫克的鎂,相较于高油脂,高热量的花生,黑糖就适合成为获取鎂元素的食物来源。 5. 另外,黑糖中大量的矿物质急萌、新、鎂等微量元素,对于改善血管硬化。有很好的效果。 5. 其中的矿物质、电解质成分,也有助于改善血液回圈不佳所引起的头痛症状。 5. 黑糖浆茶。 5. 黑糖浆茶。 5. 黑糖浆茶。 5. 脷 Seiittel左右的巧克力。 6. 白糖浆茶。 5. 黑糖浆茶。 5. 黑糖浆茶。 5. 黑糖浆茶。 5. 白糖浆茶。 5. 白糖浆茶。 5. 白糖浆茶。 按摩耳垂四周 缓解头痛不适出 了在日常饮食中多补充含有美的食物,以及减少造成头痛的压力来源外,王晋坤教授另外跟民众分享一个自己遇到头痛症状时,经常使用的舒缓方式,按摩耳垂四周 事实上,在人体的耳朵周遭有许多穴位与淋巴经过,透过按压耳朵、耳垂四周的方法,能够加速头部的血液回圈,使血液流动更顺畅,也就能发挥缓解疼痛的效果。 到了某个年纪,膝盖不感觉到酸痛,灵活度不够,卡卡的人几乎很少。 其实,只要您感觉到身体上的部位有存在,那就是不对,有问题啦。 香茅,青苹果帮助膝带软骨重生。 材料,五根香茅,挣两粒青苹果,全部切块。 做法 1. 加水盖果材料 2. 用小火煮到苹果变软,可以用Slow Cooker从晚上煮到隔天早上。 3. 然后喝这香茅,青苹果茶,不要添加任何东西哦。 3. 一天一次,有助膝盖软骨重生。 4. 另。 外分享膝盖保健方法。 既无需吃药,又不用打针。 5. 既无需吃药,又不用打针,如能改善耗损的膝盖,增加使用粘线,何不试试看呢?很简单,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保健您的膝盖。 5. 到了某个年纪,膝盖不感觉到酸痛,灵活度不够,卡卡的人几乎很少。 5. 其实,只要您感觉到身体上的部位有存在,那就是不对,有问题啦。 6.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,年轻的时候,会感觉到脖子颈椎酸痛脏麻吗?会感觉到腰酸悲痛吗? 6. 会感觉到行动时四肢无力吗?会感觉肩膀手肘酸痛吗?这答案肯是不会。的。 6. 那么,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不舒服的症状呢? 7. 简单的说,就是气血不通,不活络顺畅,足色了。 7. 就像都市里的下水道,使用久。了,瘀塞了,不通了。 7. 所以要保健膝盖,就是要活络这个部位的气血。每天只要十分钟,就能保健您的膝盖。 8. 使用手掌拍打膝盖的外侧,内侧各二分钟。 8. 这样子就可以活络合脚上外侧的胆经,胃经,以及内侧的皮经,肝经,肾经。 9. 肾经。 9. 肾经。 5. 肾经。 3. 再搓揉膝盖2分钟。 最后,跪西二分钟 你可能想看的